加拿大纠结一些国家发表所谓的反对任意拘押宣言 并且刻意安排有关人员误称中方任意拘押加拿大公民康明凯迈克尔 这完全是贼喊作贼颠倒黑白是典型的此地无垠三百两 中方的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家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必须要指出孟晚舟女士在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况下 被家方无理的逮捕拘押超过了两年之久 家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所作所为 恰恰是任意逮捕和拘押外国公民的直接的例证 那么家方的这个所谓的宣言在我们看来更像是 家方承认在孟案上错误的一个自白书 家方企图将孟晚舟案件同社家公民案件 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事情扯到一起 这完全也是混淆是非别有用心 那么家方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搞麦克风外交 在国际上拉帮接火来向中方施压 过去没有得逞过 将来呢也不可能得逞 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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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